liked 大家好!我是 cruiseYία 歡迎迺返我的頻道! 今天的影片呢是要帶大家跟我 一起逛逛我的母校 也就是 UC Berkeley 做一個不負責任的 campus tour 然後另外呢 我不知不覺 就畢業三年了 oh my god! 學生事情離我真的是越來越遙遠了 不過呢還是希望最近要開學的妳們都可以開開心心 without further do, let's get started 我現在在這地方就是Sprout 因為Berkeley是一個非常自由 然後很多社團的學校 所以每個Club在每個禮拜都會在這邊擺攤 然後發Flyers啊 另外很多Club包括我自己曾經待過的社團 每一個學期都會做一個Fundraising 那通常就是賣甜甜圈啦 賣珍珠奶茶 通常會從入口那邊一路一路一路 排到Sethergate那邊 所以有的時候如果你不想被打擾 不想被發傳單的話 通常大家都會繞路而走 就不會經過Sprout這邊 另外一個值得一提的是 因為Berkeley的治安不是太好 所以你可以選擇把東西送到學校的Amazon Store 憑著你手機的QR Code就可以領取包裹 還可以在現場處理退貨啊什麼的 超方便 完全是學生福利 這個就是Berkeley最有名的Sethergate 那大家是不是覺得 欸看起來有點眼熟 沒有錯 因為怪獸電力公司裡面的那個拱門 其實就是用Sethergate作為範例而畫出來的 再往裡面走就開始是我們的校園 Berkeley的校園其實真的很大 然後你唸的每個科系會在的建築其實也差不多 意思就是像我可能就不會去到像 Computer Science Engineering的那些大樓 當然今天也不會介紹到所有的建築 因為很多我自己都沒去過 不過就帶大家跟我一起回味一下以前念書的時光好了 我現在人在Donelle Hall 這東西很多念文科 像是Econ或是語言相關的課程會在這裡 雖然我不知道要進不進去 好吧 它整個 好吧 現在學習結束所以它沒有開 不過給大家稍微看一下裡面 就這樣 這樣子 這邊這個教室進去它是可以容納300到400個人的 所以很多比較大型的主修客或是必修客 都會在這邊上 從Sathergate那邊這樣一路走過來之後 這邊有一個就是秘密 其實也沒有很秘密 但是就是一個 一個Spark 沒錯就是我們這個Cappellini 這個是我們學校的地標之一 它就是一個這樣白色的鐘樓 所以 所以你有看很多Berkeley的照片 你都會發現會有一個像鐘塔的東西 這是因為它是Berkeley的一個地標這樣 往下後面的呢 就是我在大三的時候最常來的圖書館 叫做Muffet 它的全名叫做James Moffet Undergrad Library 它裡面是可以連到另外一個Library 叫做Mainstack 那個就是Berkeley最大的圖書館 每一個學期在期末考前 會有一個禮拜是讀書週 我們叫做Dead Week 在那個期間會有一天 會有裸奔的活動 就是會有一群人 大家就是光著身子 在圖書館裡面跑來跑去 對 你看就是為什麼我愛Berkeley吧 然後我現在因為沒有學生證 所以我也進不去 但是你知道 太多在這邊熬夜的夜晚 苦讀的部分 所以 另外一個我很喜歡Berkeley的地方 就是它非常的Liberal 非常的叫什麼 中文叫什麼 民主跟自由 所以在這個學校裡面 我們很注重每個人的言論自由 我們的意見自由 這個Library的旁邊有一個咖啡店 它叫做 Free Speech Movement Cafe 還蠻有意義的 然後裡面的咖啡不怎麼樣 東西也不怎麼好吃 但是 呃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裡呢是Memorial Glade 是學校常常辦活動的大草皮 天氣好的時候 你就常會看到有人在這邊看書啊 曬太陽啊 玩飛盤啊 或是野餐什麼的 其實基本上就跟電影裡面的 美國大學的那個場景是一樣的 在我們踏進Memorial Glade之前 我們會看到地板上有這麼一個東西 但是你如果是在校學生的話 要切記 我們一定要繞過去 不可以直接踩上去 為什麼呢 這個是因為在Berkeley有一個謠言 就是你如果在在學期間你踩上去的話 你那個學期就不會有4.0 那這個謠言是不是真的呢 我相信一定不是 因為就算我一輩子都沒有踩上去 我應該還是拿不到4.0 然後在畢業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很多人會拍那種就是 跳上去踩這個蓋子的照片 然後會是影片 因為這是表示說 終於脫離學生的魔咒 可以踩上去的意思 也因為地方的關係 這邊常常會辦很多活動 例如說草泥馬的活動 或者是4月20號的大馬節 在這邊都會有活動 以前我們在辦社團的時候 也會像他們那樣子 就在這邊 然後訂個披薩 叫個飲料 買點心 然後大家就在這邊一起玩這樣 雖然現在是暑期 所以人不多 但是你可以想像在正式的學期這邊 全部都會是人 然後大家就在這邊曬太陽啊 念書啊 聊天 玩遊戲 玩飛盤啊等等 就 很棒很棒 而且今天天氣太好了 太適合做Campus Tour 這個Library叫做Doe Library 那有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所以這個是Doe Library的大門 然後你會往上看 會看到有一個智慧女神的雕刻 那有個很有趣的謠言 就是你可以從這邊進去 然後智慧女神會給你那個智慧 所以你考試會考得比較好 但是你就不可以從這個門出來 你一定要從其他的門出來 不然你如果從這個門出來的話 那個智慧女神就會把你的智慧給抽走 所以這也是就是在Berkeley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就是大家會從這邊進去 但是不會從這邊出來 我們從Memorial Glade那邊走過來之後 這邊就是大概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邊這幾棟其實裡面上的課都不太一定 那邊我沒記錯的話有一個 Statistic還是Math的Library 然後這邊呢就是我們念經濟系的大本營 這個真的是我在Berkeley見過最醜的建築 它叫做Evans Hall 裡面呢有經濟系跟統計系跟數學系的 嗯...所有的office都會在裡面 另外如果有些像GSI就是像TA的人 他們的office hour也會在這邊 另外一個謠言呢就是 它其實是Berkeley房證做的最不好 所以哪天加州如果來個大地震 我要追我要追 我有曾經在那邊的景洞上過課 不過超遠 你想想看我們剛剛從門口這樣一路走到這邊 至少要花10分鐘到15分鐘 所以其實我很痛恨在後面的課 因為對我來說實在是太不方便了 如果你的大學的校園Campus也是這麼大的話 你一定會有就是相同的煩惱 就是有時候你有一堂課在這邊 另外一堂課在另外一邊 你就是要在10分鐘之內衝過去這樣 說到這個在Berkeley還有另外一個傳統 叫做Berkeley Time 教授會在上課時間開始之後 10分鐘才會正式開始上課 因為就是考量到我剛剛講的 可能有學生要從這個校園跑到那邊 所以我們都會有10分鐘的緩衝時間 然後在畢業的時候教授都會特別提醒說 等我們畢業啦 進到職場之後 不可以再有Berkeley Time這個概念 因為雇主他不會給你Berkeley Time的 這個就是Evans Hall 曾經我有一堂課拿了C 然後我就在這邊櫃球老師說 老師求你 如果我期末卡考得好可不可以讓我 好吧這邊進不去 最後拿了一個C Plus安全過關 這是我人生最艱辛的一段時光啊 另外在Campolini往下走這邊幾棟呢 通常就是Psychology或是理工科的會在這邊 在Evans Hall的後面這邊的一棟跟兩棟這一圈就是EAN常常會待在的地方 就是Engineering的大樓 那我是幾乎從來不會來到這個區域 因為你知道我跟那些Major八竿子打不上關係 所以我想起來了 這路道也叫做Hurst Mining 然後我那時候還在跟EAN就是稍微曖昧的時候 我還曾經偷偷跑到這邊來然後聽他研究神的畢業報告 沒錯Good memory 希望EAN會記得我那天有帶Lemonade給他 就是一個非常Nice的人 然後一定要跟大家講 這次回來發現學校多了很多新大樓 例如這一棟 長的根本就是高級住宅區 好的現在來到一個我之前也是常常在這邊上課的商學院 那Berkeley的商學院是跟像經濟系啊或是文科這種是分開的 它是獨立的一個商學院叫做Berkeley Haas 它的全名應該叫做Hurst School of Business 那Hurst是在Berkeley整個校園的東北方 所以也是一個很遙遠的地方啦 以前啊我也修了一些商學院的課 或是是有一些公司的招聘啊 或是Info Session都會辦在這裡 不過裡面啊我跟你說長得超像迷宮 我每兩天就會迷路一次 哎呀呀 再走到下一個地方之前跟大家講一下 你如果要正式進入Hurst 你只能在大二的時候去申請 所以他們會看你大一大二的成績來決定 要不要審核你進入他們的商學院 那如果你是像我一樣轉學生的話 你在轉學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想好你今天想要念Hurst 或者是你想要念一般的商科 例如說想經濟系啦政治經濟等等 為什麼呢是因為你只能選其中一個 Hurst的名聲當然是比像經濟系啊或什麼感覺好像在更 更你知道更厲害一點 他們的錄取率也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很多人像包括我在內 雖然我也想要念商學院 但是對我來說 念經濟系或是念商學院出來做的事情 其實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那時候才會選擇我想要進的是Berkeley 而不是我非要進到Hurst不可 那現在在我身後的呢就是Berkeley Law 那Berkeley Law就是我們的法學院 然後我跟你說Berkeley Law真的超級難進 所以如果你能夠進到Berkeley Law 真的是給你一個大拇指 從法學院這樣走過來這邊就是我們的美術系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邊有一些美術作品等等 或散落在那邊 那我想介紹的呢不是美術系 而是它旁邊的音樂系 對 至於為什麼我會想要介紹音樂系呢 因為本人曾經在這邊上了四個學期 也就是整整兩年的非洲舞蹈 對 我跟你講超好玩 我現在是在剛剛那個音樂系館外面的這個大草坪 那這個草坪很有趣 因為它叫什麼它叫4.0 OMG好多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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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草坪很有趣的叫做4.0 Hill 也就是你新生剛進來的時候 如果你可以從這邊就是順順的一直線的溜下去 你就可以拿到4.0 那至於它準不準呢 我必須說 不準 因為我覺得我那時候滾下去很直 但是我還是沒有4.0 我本來是想要親自滾給你們看的 但是我現在一眼望去有非常非常多的密封 我覺得我應該要先離開了 這邊基本上是我大四的家好不好 它的全名叫做Mother Luther King Junior Hall 那簡稱就是MLK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的學生活動中心啦 不過我基本上就是吃喝拉撒都在這裡了 Berkeley的教室啊大樓實在太多了 所以今天也沒有辦法一一的介紹 大家可以在自己慢慢參觀囉 以上呢大概就是我非常簡略的一個campus tour 我知道它不是非常的完整 因為我現在沒有學生證 我可能進不去大樓 或是我根本就沒有去過那麼大樓 不過還是希望介紹我的母校給大家看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從影片裡面得到 啊我也不知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稍微感受到 就是我對Berkeley的愛這樣子 雖然只有兩年 但是實在是發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然後有太多太多的回憶 所以很開心這次可以跟大家 就是一起逛逛我的校園 然後聽聽一些故事等等 YES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不要忘記給我一個thumbs up 然後呢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吧 掰掰 這個呢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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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aza 我以為你一句